5月26日,香港最后一个大赛日 今年还有各级一级赛 跑完之后真真正正步入马桂倒操阶段 当然还有6月4日马主的抽签日 会有抽签结果公布 之后真是等季尾 无论第一场赛事是新马赛 所以跟大家谈谈第二场 因为第一场中心勇士应该轻松赢2,350位 很厉害,很进步 我由第二场讲起 这场1200米是4班 A跑1200米 但我现在是星期四下雨 预计天文台预测连续下几日雨 所以我估计到时会很像黏地 甚至黏地 会像泥地 所以我基本上跑马也是当了泥地去跑的 首先讲讲这个1号马的好跑特先 reward for effort 我刚刚也帮朋友买了一只reward for effort 其实是湿地、泥地、菊草会叹的马来的 但是这系马很有趣的 如果它是纯跑速度的那些就好一点 就是在前面走的那些 但是这只马呢 在外地又是前置型来的 来到香港的试集也很快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呢 阵上跑又不快了 但是近张见到落班之后呢 好像开始设定了 你可以看回它是赢了一场english banner 两岁二级表列赛 之后是完全不行的 所以它是跑早熟 纯粹跑早熟的 Barthalona那些 输给Benz 输了两次 那些Benzmark 70分左右的马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呢 首先未必是那么好 不知为什么会平到85分回来 可能因为它赢的对手挂 但是85分就是偏高的 坦白说 那我就认为这只马 现在是这组呢 可能可以开始近的 因为你减了5磅 那上次 就是 之前有次跑第5 上次跑第6 虽然现在减了2分 但是我不排除今次的 下雨帮帮手呢 我常常觉得 这些马会不会放回头的 如果它放回头 我不排除它能够 跑到直第4名的 好了 2号马 3岁这只 Henchenberg的儿子 叫做闪殿盒 131磅 14档 你看回上次的追径 是很惊人的 大家看看 看一看 它就是输给牛角仔 牛角仔上班都很厉害 但是它赢的对手不厉害 它赢的力量和东龙阵 不算厉害 但是它姿态的时间 看回它的时间 初出爆的22秒45 而且它预势是非常之好 咦 不见了 好了 你看回 它上来的势头很好 虽然它是完全不够 牛角仔跑的 但是它上来的势是很好 鱼石也是非常好的 担心一样东西 重磅 131磅 14档 三岁仔 湿地 变成跑千三位 我怕它追不及 所以我头四选都没有去分 好了 第三号马 这是帝胜之星 这只马 转马房之后都未交代 那 嗯 诶 诶 诶 但是暂时表现格杀 那 那 1600不是去盟本劳程 不懂得赢的 但是1400不是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 那 所以这次它休息了两个月 即距离上次两个月 之前试过一课重化的杂 的 看回那课的杂 它前置回到来 不算太矮的 不算太矮的 时间很慢 那 我觉得 它是有权 因为 它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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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厉害的 那 用 帝性 指星 用 麦道朗 不排除能够跟前些好位去赚 而跑到一个 比 因为对手太差了 硬选择 所以 我就选了前四选 好了 全心全意 这只 譬如 Incanto 泥地湿地 当然好 下线还要2K 这些 纽西兰马 不过上次初出 5月5号 跑这个路程 输给银子 你看它附近的马 回到来是什么 你看 全心全意 输6个几马位 它只是跑赢 跑赢快唱的 竞赢时代 回到来是没什么的 你看它是 输得挺远的 我觉得 比较少时间成熟会好些 好了 快乐森林 Tavistock的儿子 这只马 它完全不肯走 神货见 你看回这货集 我很记得 它在大陆 这货集 不肯跑 未够水准 但是有一件事 因为它下线 是Feltat 它上线是Tavistock 不排除 之后会越跑越长 千六打上 不排除 但是湿地特加 如果今次跑得近 下一次就不要因为 看到它跑得近 就去盲目追捧 因为它是湿地特加的 但是我觉得 未够水准的 四岁马 初出的 机缘巧合 在Ocean Park下线 望族 就这样看血统 Ocean Park 已经是1600打上 望族 2000打上 一分钟 看看马会怎么说 1400至1800 纯粹看血统 都应该是很长的马 他母亲是1350的 他母亲是1350的 看得到 OK 是Tony Pike 练习的 这款马 我就 咦 他也这么说 《机缘巧合外祖父》 发觉 血缘组合上语 文武传奇相若 我看见他试乘的 是未够水准的 还有 他需要跑更加长的路程 我建议 这些马就是 等下 热着身之后 他之后1400至1600会好些 下跪 减下分 希望他在季内 可以多跑2-3场 开始减分 下跪可能在45分开始 初出跑1400 便可以跑你了 胜利在望 我经常说 O'Reilly 三岁能够赢的不多 四岁才是大熟的 但是看他初出那场 他跑了第五名 輸给奋斗童心 那些 其实都弹得几下 比头两名 不算特别 但是你可以勉强说 他是虚了来难场地 勉强地说 但是这次初次转弯 这只熊马仔 血统上 我相信能够应付到12400 但是状态 你看看 跑完之后 潘顿捉住两货 那究竟是不是 那麽快可以呢 我有少少少少少懷疑 但是 如果是可以的话 我想潘顿不会放过 是吧 但潘顿真的不棋 比一阳明伦不棋 为什麽呢 那我 真的选不到 一档马这个 超瀟灑 三岁仔 上次看见他的追势出来很好 但是呢 他 真的被动 上场 这样追上来 都可以 过不了那只 华大士 猴王区当然塞了 他赢的对手不聰明 我只能够这样说 他真的不聰明 是否这只短的马 我也有少少懷疑 因为我常常都觉得 这只马是千四打上的马 千四以上 千二米嫌短的 我一直都觉得他千二米嫌短 你看他妈妈没跑过 那他那些 Slydini原来是他的家族成员 我也没有特别去看 Slydini也不是那麽厲害 中距离马 那一只 我认为这只马就是 严短 但是有一档帮帮手 湿地也好 所以我就勉强放进去 投几选里面 纯粹是因为他 内档 对手差的 接着就 海船战士一败 11档 潘宁辉 他现在潘宁辉 其实外档马 如果不够快 他很难跑 他不知为什么 好像整个人不同了 他这些骑马很奇怪 但是上个月还算了十几个马位 我看不到有什么转变 没有配备转变 我只是选择2分 我这次真的选不到 好了 明晋之星 这是这样的 Tesla Rosa 我的儿子 三岁子 连续几场都跑得近 但是近 威胁不太大 之前那场1200 算是20多倍 那场输给金枪60 算是不错的 但是他只是跑赢勇敢神区 和千里进区这些 我又觉得实力上 未必高得那么紧 你看看输给美利动力 这场吧 美利动力证明了 现在三班都站得稳 刚刚慢了 追不及了 击死人了 没这个比 但是你看看这场 这个第三名 在四班应该站得稳 这个48分 应该随时可以反弹 唯一担心的是 上次黏地 回到第四名 有少少力弱 这一缩回来 可能是针对这件事 我建议可以拖脚 但不是拿去做胆 好了 最推荐的儿子 一定中三岁 这个总湿地特佳 越跑越长 下线 通常都是四岁 四岁之后才大熟的马 我只看血统 我觉得是1400或1600马 还有比较均速一点 那类型的马 神操方面 你看看他上次跑完之后 功夫不像 Tony这一般薄杀手影 我建议下年先 下季先 先减分 我不说冒险加主 我先说另外两只 东山再起 配备的转变全部都试过了 已经转过了 明显地千二米炎短 湿地可能会好些 因为Aclamation Highest Honor 湿地泥地会好些 但是减分三分的马 又找不到 减分三分的马 上次跑了泥地 如果这次可以的话 都真的拍完手掌了 但是 我猜你的马 虽然用日本人 用外地骑士 鬥志好鲜明 但是应该不够人跑吧 纯粹因为湿地 我建议使用最多一票 只是这样 因为这些人 是否和你全都陪了 尼之湖 初戴眼罩 十三档难跑 何宅耀 不知为什么 长期捏着马 但不是狄骑士 不懂他 我问过全体成员 本身不懂他 不熟悉的 都来了香港很久 但是跑了这么多次 换不到马 五班见 再减满分 我认为输多两场 然后明年可能30分起步 有可能在暑期减4分 所以现在输多一场 再输多一场 明年起步才算 探险家 我是选择来做胆 冷门来的 下线是富士奇 他本身迷迁全部 你看 基本上来到香港的 全部都是OK的 全部都会赢 大部份 他来到香港才跑了五次 五次都不是很成功 起码 应该不是很成功 但只是减9分 幅度不算很快 因为他输得不太远 上次205倍输是合理 对不对 对 我再细一点给你看看 血统 性能广泛 变化地特加 第一 他是下线的富士奇奇 上线的 Hintrybrot 你看看他 阿妈 长途马尼 但他的半率是1400米 但他这些 应该是 总距离马尼 本身想着 越跑越长 本身想着 越跑越长 但你看看他 我为何会选他 原因是 純粹是因为 这一课集 这一课集 他那个时间 不算慢 他没有了眼罩 不算慢 1分12秒 4 可能会适少少 看看有没有办法 可以转一个搜索 和大家 去播给大家看 等等我 因为这个搜索 一定会 这个搜索 一定会 因为我想 特别和大家 聊聊这课集 我之前都说过 我在大集分析 那里 先用他的衣服 在这里 现在在 尾五位置 二叠 在这里 拍着人马神器 在外面 那 比预期 比预期 他能够跟得轻松地 前了 前过平时的 我觉得 好了 那外面 老友威威 香港西益 家应 家应精英 家应传奇 忘记了 我做几天 试课 就是做过货大集 好了 湾位这里 他轻轻 轻轻 轻轻 但他很适应 我很喜欢这些 濕濕的地 好像 好了 那接着呢 他就 入直路了 跟马尾走 跟马尾跑 右手姜丁 拉他进去 不想望空 看着 但是呢 你看看他之后的鱼势 是怎样 为何那么留意 我觉得这只马尾 是值得去 去搏一搏 湿地特佳 虽然路短 但是你看看他这场 这个集 全程只是跟马尾 外面是进王 跟着马尾 但是那些香港实力一闪 移了进去之后 他自己飙上来 已经拉不住了 然后鱼势是不错的 再看一下 我纯粹因为这个原因 咦 失地 没什么马好选 这些马 明显地是 不知有多少实力在手 肯定是中距离马 肯定是中距离马 1400打上马 时间不算 不算特别晚 当然了 比起达罗素 太阳威威的组 是慢成秒 但是 姿态 那些不错 我觉得 用李建国试的课集 我真的挺喜欢的 但是如果再看小一点 之前戴眼罩 是连续两次都不行 这次除了眼罩 有点新鲜感 再重复再看一次 他刚刚5月21日那货集是没有戴眼罩 之前是戴眼罩 试草杂 这次只是戴头套去试杂 11月20日也是戴眼罩 之前也是戴眼罩 戴头套 今次是完全什么配备都没有 而见到这只马肯追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只马行头 即是拼一拼 算是投场赛事 因为第一场不会赌 只是会是 头两场我都建议大家忍忍手 常常都说 赌钱为赢钱不是为个人 所以这场马我都建议忍手 怎样都好 我觉得 可以拼下以下的马匹 首先讲讲 我觉得探阳家起码九档 除了配备之后 上次讲的是大冷门身份 今次应该仍然有些倍率 我觉得可以一注VinPay试一下 因为湿地可能他真的跑高很多 这只三岁仔 净瀟灑是纯粹一档帮帮手 严短的 位置马 明俊之星也是 湿地帮帮手 好档 所以我觉得这条铁角点也要执着 净瀟灑、明俊之星和探阳家 但是开一条铁瀟灑 明俊之星 应该只有六、七倍 没什么人 胜利在手 不知为什么不配 我本盾不跑 所以我勉强建议四龙彩脚 闪碟盒肯定有质素 湿地也OK 但是14档难跑 我建议四龙彩脚脚 我硬选了 第四选 我以为他可以跟前一点 可能可以提升名次 希望会跑得回水 因为他比较格沙 多谢大家收听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去 关注一下我的Facebook 和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 拜拜